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心臟專科醫生陳力強跟我們分享關於心臟病的資料 陳醫生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經常講通波仔 聽說有些人說要搭橋 搭幾條橋 其實通波仔和搭橋是怎麼分的 其實通波仔的顧名思義就是通波仔 我們學術性講的就是冠狀動物的血管整形術 例如創手術 在手或大腿放一條後去心臟 然後用球狼幫你撐開 撐完之後放指甲去撐幾條血管 至於搭橋就是大手術 開胸手術 基本上就開了胸 然後就在自己骨骨附近拿一條血管 或者在手和腳的地方拿血管播下去 那手術是大很多 創傷性大很多 基本上如果做通波仔 我今天做完手術 其實明早就可以了 但是搭橋就完全不同 搭橋你要全身麻醉 要開胸 要心肺肌 要住醫院 那條鴉其實都這麼長 而且切開了之後要塑鐵線 塑回它 你沒有一個星期以上 兩、三日快點都沒可能走到 而且傷口會持續痛一段時間 可能你痛 有些個案子試過 痛成半年一年都有 因為事實上真的劏開了 那個會外一點的 我試過有些客人 可能照完血管 就說 塞了三成 但是醫生都說 都不用先觀察 有沒有說要塞到多少成就要做通波仔 通常我們說 大部分人塞到七成以上才做 七成的定義 我們在說是切面 我們在說 譬如血管的切面 就是這樣切 是 是 是 這樣切過 看到七成 我們就會跟你說 可能建議你做 因為這個切面 看到七成的時候 實際上你的血管的橫切面 你的橫切面 其實已經九成了 噢 OK 其實所有的定義 都是講這個切面的 就算所有大家 保險同行 或者說70% 或者50% 我們是講V的切面 就不是說V的切面 但是為什麼要說70%呢 因為如果這個切面70% 其實通常病人是做運動開始會有痛 如果這個切面去到90% 你可能坐在那裡開始痛 因為這個切面90% 這個折述家有9% 全都塞了 所以就會有些分別 只要70% 留下的會不會做呢 大部分都不會做的 因為其實應該是沒有症狀的 就在文献上都是講 不如我70%以上才會建議你做的 我想問 你們通常會叫他們吃減固醇藥 吃那些藥 是不是有機會令到 只是減慢 不會失得那麼厲害 是不會說 本來我失去七成 吃了藥 或者做運動 會不會減少的 基本上就是 我們說的膽固醇 即是他丁類 如果 我們的說法是怎樣做呢 如果病人有血管生疾 是 我們一定就叫他吃他丁類膽醇 一定在吃的了 如果多薄50% 會看到他吃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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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會穩定到你 是否一定會縮小 因為有些個個案 但是很少病人會跟他說 我七十多可能吃了藥 吃了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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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會的 通常是看到他的 穩定度 不會再差 因為做這個報告都是證明 你吃胆固醉是能稳定血管硬化 其实不是一定的熟度 所以我们只会跟他说 你要吃肉 希望它能稳定 不要再差 但不是吃了就等于不用做手术 但是相反 做完手术是否等于不用吃肉 就不是 因为呢 第一我们只是把你的血管硬化 赚回它 压扁它 货脂加 撑住它 那件事继续在 另外就是说其他血管都可以继续生出来 可以做完A 下次是B 下次是C 下次是D 它继续会走 所以其实药是继续要吃 不会少了 那我们只是当 通波仔 或者踏桥 是所有治疗的额外的一个步骤 就不是代替了其他东西 就算给你做了踏桥 都要吃药的 因为其实你踏了桥 它只是把你塞的地方 我不管它放了一条桥 其实其他地方都会生的 而且你控制得不好 分分钟有几条桥都会继续 就算我打算是通波也好 通波也会继续的 通波大概预算 普通病人一年内有大概5%会继续的 如果说糖尿病会有十多个百分 其实你不吃药会继续的 所以亚士比利亚 他丁那些药全部都要继续的 是啊 我也听过有些客户 他们通完波几年后又再要继续的 是很有趣的 病人他们常常觉得 长期吃药 就肯定不知怎样 心理上觉得有副作药 就自己停药 其实是不行的 其实是不行的 其实最重要是一个问题就是 尤其是刚刚放了肢解病人 因为人生放了肢解病人 我们会叫他吃两种抗血水反药 你基本上要吃至少三个月或半年 是不能停止 一停止之间就会失去 是重大件事的 不做手术 所以是一定要吃药 另外有些人误解 可能就以为我做完手术 这些痕疯了 不用再吃药 其实不是的 其实很多病人当时都问我们 比如说胆固醇吃药 是不是痕疯了不用吃 那当然不是 心脏衰竭的 吃药好心脏衰竭 功能是痕疯了 是不是不需要吃 当然不是 停止了他会有办法的 所以这些药 除非医生说明是有些可以停 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出声说过 其实都不建议他自己去做 或者停药